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 这些政策你知道吗 教育部新发下的通知将于9月1号开始 全面实施5加2托管模式 很多家长拍手叫好 表示再也不用为接孩子放学而发愁了 所谓的5加2模式 一周五天每天放学增加两个小时的课后服务 这样一来相当于找到了保姆 而且收费很低 有的地区甚至不收费用 很多家长都非常的高兴 由在校老师来辅导学生作业 这样不仅解决了孩子放学没人管的问题 还让学生得到了更全面系统的辅导 毕竟很多家长一想到要教孩子写作业就发愁 这样看来啊 国家真的是深谋远利为祖国的花朵 考虑的非常的到位 为祖国点赞 各位家长 你觉得5加2的模式怎么样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是贾老师 13年教学经验 关注我帮助孩子学习成长 我帮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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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